台湾之光让台湾创新教育站上世界舞台 世界教育在芬兰 一年一度的Hundra的世界创新教育领袖会议 在芬兰首都赫兴基举行 今年台湾也有几组获奖者到场参与 分享教育成果 目前担任无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 长期投身艺术教育的艺术家张天雄 就是得奖者之一 他用十年时间与高雄地区偏乡学童一起合作 师生共同出版案 出版了不三不是小学生摄影课 妈妈就是女主角 我用相片说故事两本摄影公式书籍 让学童透过学习视觉构成与出版的过程 获得学科之外的成就感与自信心 进而找到学习动机 因此获得芬兰世界创新教育奖的认同 对此张天雄表示 多半的人会认为这是一个摄影教学 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可供复制的知识解放模式 透过简单公式将难以入门的摄影 简化成15个公式并出版成册 把视觉构成的知识传播给每一个有兴趣的大众 整个出版模式是由教师提供公式 学生操作拍摄 最后的出版是由两者共同合作产出 不但能够为学生创造自信 挑战真实市场 创造教育基金与产出 更能打破社会大众对偏相同 只能被施舍的刻板印象 尤其第二本 妈妈就是女主角 我用相片说故事 图片故事书的出版 更是透过偏乡新住民学童的双手 记录下远渡从洋来到台湾的母亲生活点滴 不但开启学童与视觉碰撞的视野 更融合了家庭教育的概念于其中 因此获得台湾社会教育 艺术教育 家庭教育等三大贡献奖的殊荣 对于能够来到芬兰首都赫尔金基与世界250位最优秀的教育创新者 共同分享此公式出版学习模式 张天雄认为 能将台湾偏相同的创意散布给来自世界教育界的精英一起感动 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这个奖项将在12月与台北颁奖为属于台湾的创新教育 打开一道国际参与的大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